謝謝 2014年底 好萊塢名導演 馬丁什科西斯 為了新電影《沉默》 來到台灣看景 當時看景地點 就是里安拍攝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時 在台中的場景 透過里安介紹馬丁什科西斯 也把新電影的場景 設定在台灣 不過最後不是在台中 而是選在台北的中影文化城 但是才剛開拍 卻因為建築物老舊 擔心演員會有危險 因此先派了工作人員做檢查 想不到竟然還來不及補牆 就發生了房屋倒塌的意外 發生死亡悲劇 在台北劇組人員 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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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